一人齊錦月遠赴加拿大去生產 而經過三個月的時間 他終於在最近帶著寶寶回來台灣了 但他也PO出從加拿大返回台灣的VOG 那當時他離開那邊的時候 其實他是非常不捨得 然後就是有點眼空泛淚 沒想到他卻收到網友的私訊嗆他說 如果你不喜歡台灣的話可以滾回去呀 他也是直接截圖來作出反擊 齊錦月截下網友發來的私訊內容 直接公開對方的賬號和名字 學著對方的語氣回嗆說 有病建議可以去看醫生啊 他隨後也發出一段影片 無奈表示 我覺得大家對我喜不喜歡台灣 這件事情好像有點誤會 我對台灣這片土地是非常喜歡的 對中華民國也是非常喜歡 但對人呢就因人而異 有些不是人嘛 有什麼辦法 事實上齊錦月先前決定到加拿大生產時 就曾經解釋過為什麼堅持出國 原因是希望女兒人生道路 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和未來 他說相較於很多各種 見不得別人好的台灣人 我不認為我希望給孩子更好的環境 或更多的機會有怎麼樣嗎 好 讓我們來看到的是藝人趙正平 他在2021年的時候和前妻離婚 隔年就認愛了小21歲的空姐女友 穩定交往至今也終於有了好消息 他證實已經在準備結婚了 預計年初就會登記 邁入第二段婚姻 趙正平表示年紀差這麼多 該給的安全感還是要的 他淘楼早就已經求婚 會在今年年初去辦理登記 但沒有打算對外宴客 不過兩人有計劃要拍婚紗照 他幸福地表示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拍 而事實上趙正平去年年初受訪時就透露過 兩個人交往前已經有共識 以結婚為優先 即使年紀相差大 也早已認定彼此是結婚對象 他時就表示如果真的結婚了 也只會登記 不想勞勢動眾 不過還沒有決定好結婚的時機 其實隨時都行 只是差個契機 就是桃園知名社團 鴻門108將 前天晚間呢 在巴德區的來福興餐廳 舉辦年終的聚餐 邀請鴻門指定與會聚餐呢 席開168桌 那與會的焦點呢 除了有同促黨的總裁 白朗張恩樂到場之外 場內還有108位 身穿白色高插禮服的 迎賓正妹 同樣成為場內焦點 桃園知名社團 鴻門108將8號晚間 在巴德區來福興餐廳 舉辦年終聚餐 邀請鴻門子弟與會 聚餐席開168桌 與會焦點除同促黨總裁 白朗張恩樂到場外 會場上有108位 身穿白色高插禮服 正妹迎賓也成為亮點 頻頻與鴻門子弟回首致意 讓人大飽眼福 尤其打開鴻門專屬的 鴻門啤酒陣仗 聲勢浩大 一點都不輸給去年 在北市名人會春酒 不過這也引起巴德警方 高度重視 派遣重兵在門外搜證 警方也強調如有不法 將依法研究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台北地院省理新竹市長 高鴻安設詐貪案 昨天單獨傳喚 綽號公衛文的王玉文出庭 而王玉文他是依舊不認罪 更當庭大爆發指出說檢察官徵訊時 勸他認罪不成竟然中斷錄影 錄音十六分鐘 他與律師當下都不知情 更爆料說檢方上面指示 一定要起訴高鴻安 對此台北地檢署也有措除反擊 檢察官說出 對 因為上面指示要起訴高鴻安 一定要起訴我這些從事 台北地院省理新竹市長高鴻安 擔任立委時設詐領公費助理費案 時日單獨傳訊同案被告 綽號公衛文的王玉文 而他不認罪更當庭大爆發 指稱檢察官徵訊時 勸他認罪不成 禁中斷錄影錄音十六分鐘 還表明一定要起訴高鴻安 結果看驗的結果 我拿到四月十二號 我影片就被切成兩段 第一段就停留在中午十二點三十九分 第二段的開頭就是十二點五十五分 中間的十六分鐘 就是檢察官說出 對 上面指示要起訴高鴻安 一定要起訴我們這些助理十六分鐘 對此公訴檢察官反擊 指王玉文和辯護律師 以空犯沒有根據的陰謀論捕風捉影 企圖營造檢方選擇性犯案的氛圍 檢方也有為被告爭取緩刑 但王小姐沒感受到檢方的善意 下號起訴書仍訓問被告 補強證據的情形也常發生 王玉文當庭所說不見得是檢察官訓問時的原文 而消失的十六分鐘只是借題拔回的素材 且高鴻安在本案偵訊時也不止一次自認有道德上的瑕疵 好 接著要來跟大家說台灣人口今年終於轉為正成長了 內政部昨天公布2023年人口統計數據 人口數2342442人 終止了2020年來人口的負成長 不過去年僅有135571名的嬰兒出生 是再創新生兒的歷史新低 近年來台灣少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 自2020年來人口更是負成長 而內政部昨日公布2023年的人口統計數據 終於轉為正成長 但新生兒人數在創新低 根據內政部公布的統計資料 2023年全國人口為2342萬多人 比前年多了155,000多人 不過在新生兒人數的部分 台灣逐年減少 去年是135571人 比前年少了3415人 在創統計以來新低紀錄 而且有時甚不如死 新生兒人數比起死亡的205,368人 少了將近7萬人 人口自然增加為-69797人 儘管如此 由於人口社會增加的部分 也就是嵌入人數 減掉嵌出的人數 則多了22萬5,000多人 與自然一起計算之後 2023年台灣人口就變成正成長 增加了15萬5,000多人 至於結婚的新人則有12萬5,000多對 比前年多了195對 是2020年以來的新高 不過離婚的伴侶也有5萬3,000多對 新北市五谷昨天晚上6點多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有一名74歲的馬姓機車騎士 他在行經陳泰路時撞上了一名 違規穿越馬路的67歲求醒行人 馬姓機車騎士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後仍然宣告不治 而秋南則是昏迷奪處擦措傷 當下的監視器畫面也跟著曝光了 新人違規穿越馬路 一名機車騎士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發出巨大聲響 兩人噴飛十幾公尺 最後騎士送醫不治 這起死亡車禍發生在新北市五谷區 九日晚間 一名74歲的馬姓機車騎士 行經陳泰路時 撞上一名違規穿越馬路的67歲求醒行人 監視器畫面清楚拍下 當時騎士的車速不慢 看見行人時已經閃避不及 獵人帶車往前噴飛十多公尺 兩人均倒握馬路 畫面十分驚悚 警銷貨報到場發現騎士滿臉鮮血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送往淡水馬街醫院搶救後仍宣告不治 而行人也重傷送醫 詳細車禍原因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做了 明明 幕志 cracked